一个老太太有些责怪的给我发了 在网上咨询的时候发了一个留言 说乔主任我咨询了你好几次了 结果做出来还是静润癌 而且凶魔侵犯的 我不怪你 为什么我怪自己 为什么一开始不做手术呢 我一看到这条埋怨的留言 我咯噔一下就很紧张 难道是我耽误了他的病情吗 我作为一个医生 我是很怕我误诊误治的 所以这个病人说他做了手术了 而且静润癌 凶魔侵犯已经不是最早期了 我咯噔一下 他又说咨询过我好几次 而且说不怪你 我一下紧张 心跳加速 所以我赶快翻出来 我跟他以前的聊天记录 结果发现什么呢 左上肺一个混合膜的结节 靠近胸膜 我第一次咨询就告诉他 这个结节微静润癌的可能性大 但是你已经观察过 没变化 不变不动 可以继续观察 但是这个结节一公分了 而且靠近胸膜 你也可以考虑手术 只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 做一个歇形切除 对肺功能影响不大 第一次就给他这样的建议 如果不愿意做手术 那么您半年必须复查一次 发现这个结节大了 就必须做 而且半年复查一次 他即使变化 也是微弱变化 不会影响病情 他咨询了我四次 每次都是类似的提醒 最后后来他没咨询我 可能在当地就做了手术 做出来手术 病理报了静润癌 然后报了胸膜情犯 所以他马上有点失望 觉得耽误了病情 我反复在跟他讲 我说不要悲观 这个结节一直 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没有变化 即使做了手术 报了静润癌 报了胸膜情犯 我认为这个手术做完 不能不敢保证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是治好 因为他们一直没变化 一两年的时间 一个节节不变化 说明他不生长 他在休眠 这种肿瘤是休眠状态的肿瘤 他不会往外扩散 他不会影响受命 而且我有数据 我的团队已经对几百例 我们数前根据摩布里节节和实性成分 判断原胃癌 微静润癌最后手术做出来 报道是静润癌的这种节节 我们进行长期水访 结果发现 这些人做完手术以后 跟原胃癌 微静润癌 做手术的效果完全一样 所以不用担心 谢谢大家